欢迎来到大学储蓄计划 C4 College Program 在今天的短视频中 我们会向您介绍 如何激活并查看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NYC Scholarship Account 我们将此称为组成要素一 在大学储蓄计划中 家长、监护人可以采取三个基本步骤 我们将这些称为组成要素 组成要素一 激活并查看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之后您可以选择完成 组成要素二 开设并关联您自己的大学储蓄账户 以及最后的 组成要素三 在您的关联大学储蓄账户内 存入第一笔5美元的存款 从这一步起 我们希望您继续以适合您 和您加的方式和频率进行储蓄 完成每个组成要素 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将获得25美元的奖励 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 如何完成组成要素一 激活并查看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您可以前往nyckidsrise.org 并在我们称为Savings Tracker 储蓄追踪的在线门户网站上 创建个人资料 然后您只需要一次性填写 一个简单的调查表 就完成了 您已经完成组成要素一 请注意 要完成组成要素一 您只需要提供几条信息 孩子居住地的邮政编码 孩子的出生日期 以及孩子的学生证 您可以在孩子的成绩单上找到 也可以在您的纽约市学校账户 NYC Schools Account中 查看此号码 或询问孩子的学校 我们绝不会要求您提供 社会安全号码或ITIN 或是任何银行或信用卡信息 来完成组成要素一 现在我们将进入 nyckidsrise.org开始流程 您可以在手机、平板电脑 或计算机上完成组成要素一 请记住 您将需进入nyckidsrise.org 请注意 您可以单击右上角粉红色的 Translation翻译按钮 并选择您想要的语言 然后 您可以单击蓝绿色的 激活账户按钮 向下滚动并单击 激活账户 然后 您将看到一个显示继续的弹窗 请单击继续 点击继续后 您将跳转到Savings Tracker上的 账户激活页面 您只需要输入一次孩子的邮政编码 出生日期和学生证号码 输入此信息后 单击提交按钮 然后 您将转到显示新的个人资料的页面 您需要输入一次您的名字 姓氏 电子邮件地址 并创建一个强密码 请记住 密码必须包含以下内容 八个或以上字符 一个大写字母 一个小写字母 一个数字或一个特殊字符 我们建议您记住自己的密码 不要将它写在某个地方 现在再次输入您的密码 以进行验证 要阅读使用条款 请单击粉红色的使用条款按钮 然后 勾选小白矿 以接受使用条款 点击已创建用户个人资料 请在每次登录Savings Tracker 以查看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时 使用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 和创建的密码 进入Savings Tracker后 将会谈出一个简单的调查表 您在此调查表中的回答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参与计划的家庭 并采取适当的后续措施 填写调查表将需要几分钟时间 您回答的内容将完全受到保密 并且所有问题均为选答题 要开始填写调查表 请向下滚动 并单击下拉菜单 并单击已选中答案 完成后 务必点击提交按钮 点击提交按钮 会触发完成组成要素1 所获得25美元奖励 恭喜 您已激活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 您首先会看到一张 带有您孩子姓名的图表 该图表显示了 您孩子账户中最初的100美元 如果您在几天内重新登录 该图表还会显示您 今天通过完成组成要素1 所获得25美元奖励 在Safings Tracker中 您可以查看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的余额 随着您完成特定步骤获得奖励 以及社区向您孩子的NYC奖学金账户捐款 您还可以看到金额发生的变化 您还可以开设自己的529账户 并将其关联到Safings Tracker 以便您可以在一个地方查看所有大学储蓄 花点时间与您的孩子一起查看奖学金账户 并向他们展示他们可以用余上大学 和接受职业培训的资金 了解社区为他们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的储蓄 有助于他们未来走上大学和职业培训之路 在图表下方有关于Safings Tracker的一些关键信息 以及这三个组成要素 请仔细阅读 准备好注销时 只需向上滚动到页面顶部 然后单击右上角的注销 以上是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观看此短视频 我们希望这对您有帮助